第1 恐怖片宇宙被他開啟了嘛 然後再來就是他裡面很多Jumpscare那種東西在嚇一般人 然後他又把真人的故事帶因為像華倫夫婦啊 麗英仔啊 安娜貝爾這些都是拿現實的東西去改的 所以他在拍片的過程中會放一些現實的東西進去 會讓人家覺得這是真實發生過的就會比較有感覺 而且他算是因為恐怖片其實已經被拍爛了你知道嗎 只能說我是很我個人是會覺得啦 麗英仔宇宙接下來應該會像奪魂劇那樣子 被拍到沒什麼東西為止 我覺得奪魂劇一直在五之前都還有維持住一定的強度 應該這樣講奪魂劇第一集真的是他媽有夠激烈愛死他的 第二集自然變成第一集片但是我可以接受 但第三集第四集之後就是簡單講 就是把助手然後那個巨老頭然後女助手男助手一直這樣下去 然後就只是說你要猜 你要猜目前出現在台面上的人誰是凶手就這樣子 你發現第三集之後都是這種奪魂劇一直下去 第三集最起碼他還有一個老頭死掉這件事情 但是到後面就已經就是反正他贏我 他什麼都會留下伏筆就硬要拗了我覺得 所以到後面就不好看了 到第六到第六集的時候醫生回來了 第一集的醫生居然給我回來了 對啊他想要不拍第七集就第一拍第七集 又給我過十年後才是小 所以沒有啦就是我覺得有點不太夠啦 以創業來講我覺得不太夠 他每一集都有一點創意 可是呢他的創意的部分掩蓋 還是要弄很多血腥噴血的那種畫面 可是那噴血的東西 說真的最可怕的東西不是做出來的 而是你沒看到的東西 為什麼鬼修女可以拍成獨立電影 就是因為你在安娜貝爾2的時候 鬼修女的畫面是很少的 他畫面都是朦朧朧朧朧的恐怖 所以你知道我們人看不見的時候 你會把你想像中最可怕的東西帶入進去 所以你反而覺得很怕 鬼修女是成也鬼修女 扮演鬼修女怎麼說 我講成也鬼修女 為什麼我說成功就是因為 他在安娜貝爾2的時候 他的朦朧美性朦朧朧淒美的感覺 當然覺得有點可怕 所以很有趣 可是你到了獨立拍 簡單講問題是 你獨立拍這部電影的時候 他的題材又不足以支撐這一整部電影 變成說 我說鬼修女對我來講不可怕 是因為我真的看太多了 然後可是 但是我覺得還不可怕 因為他把鬼修女的形象做得太具體了 你沒什麼好怕的你知道嗎 他做得太具體了 看得太清楚 看得太清楚 反而不好 對 例如說看A片 看4K看三小 所以你看A片幹嘛看4K 看那麼清楚幹嘛 以前看360P不是很聰嗎 沒有 我這個比方就是 看那種色情圖片 如果你看那個女生全部脫掉 然後還張開腿 白開來給你看 你會覺得沒什麼 可是如果有一段 那若隱若蟹 若隱若蟹 然後要肉不肉的 幹嘛要做不足的 你反而會變 聊起那個浴火 其實鬼修女也是一樣的故事 就是 你如果還是把他的那個 謀容根不可預知 還有你不知道他什麼時候會出來的話 你反而覺得怕 可是因為在鬼修女這一部 他真的做太多就是 我們很知道他接下來要幹嘛 然後接下來要幹嘛的時候 他就真的就幹嘛了 也沒有什麼驚喜 而且 他其實有想要去做小丑回魂 就是靈異魔咒的 重啟版的那種感覺 所以他把鬼修女 形象做得很具體 可是 但是又加入了一點 妖怪血性的感覺 但是我說真的 這一些反而 他是不像恐怖片 變成像妖怪片 精怪片 是 我跟你講 他連 我甚至會覺得 他連紅衣蟹女孩2都大不上 紅衣蟹女孩2還比他好看 好看得多 真的 簡單來說就是鬼修女 掰開來給你看 什麼東西啊 就很像這種感覺 沒錯 我想知道 那個 馬大看四應的時候 聽內的那個 狀況是真的 是 很安靜啊 很安靜啊 對 就這幾年對這個 就是 立音房宇宙那種感覺 很多人 買票進場 並不是為了看電影 很多人買票進場 是想 享受一場營銷飛車而已 我跟你講啦 你要說 我目前看恐怖片來講 我覺得 我看四應的 四應場來講 我覺得最棒的是鬼來電第一集 因為鬼來電第一集的時候 整場觀眾好配合 你知道嗎 該叫 該叫 該叫的時候叫 該笑的時候笑 然後該罵的時候罵 喔 然後該抖的時候抖 喔有過爽 因為鬼來電是 鬼來電第一集 第二集再拍啦 我很怕第二集被搞爛掉 對啊 而且你看像 當然其實鬼來電有些 鬼來電有些問題啊 不過那個沒關係 我覺得已經算不錯了 因為畢竟是短片嘛 一部三分鐘短片 可以拍成一整部 而且還有 還有 還有點新奇的內容 我覺得不錯 可是鬼修女真的 就是鬼修女跟安娜貝爾2 我都是看她快睡著那一種 因為 這些東西真的都是老 都沒有什麼 真的沒有什麼心意 所以 但是 應該說 因為我更的看太多了 如果 是那種 恐怖片的新手 去看 搞不好就不一定 因為 他有些畫面 有些傑斯街是還蠻明顯的 然後 鬼修女的某些畫面 是還蠻不錯的 我 我真的不覺得她恐怖啦 簡單講 鬼修女跟我睡著 面前有可能改一拳之類的 因為太 太具體了 你知道你完全打得到的感覺 那個可能跟我在看家 也只是同樣的感覺 而且重點是 我甚至覺得 導演他有在 有點想要惡搞 那個鬼玩人 他裡面有些畫面 自信到鬼玩人 鬼玩人的 鬼玩人大家知道嗎 就是那個 那個那個 鬼玩人系列 對對對 張姆雷米的版本 後來阿美 他其實有些東西有 沒有 那個自信可能 也只有影迷才會看得懂 就是 是啦 反正 我個人覺得 安娜貝爾2 冰衣宅2還不錯 安娜貝爾2 跟鬼修女 我都看到有點快睡著 對啊 我說的 鬼來電1還可以 2 3就算了 對啊 沒有 我對日本 我對日本恐怖片一直都挺無感的 應該這樣講 其實架葉子跟架葉子 架葉子 那一部我當作是看喜劇片 對啊 我覺得 內部 我覺得有點像在看日本林陣營的那個 感覺 對啊 他還要畫符啊 畫齊 我告訴你喔 七二怪談第一集 跟咒願第一集 我都在家裡用錄影在看 可是 我被嚇死 我跟我一樣啊 對啊 嚇死 我 我對於 我對於這個驚悚片與恐怖片 其實都是一視同 就是 我只在乎這個東西會不會 給我可害怕的感覺 但是 但是說老實話 我有的時候 我有時候也會沒來有的恐懼 就是我可能在看之前 我就已經排斥這個東西 對啊 有的時候看的時候 多半我看 我現在想起來 我看到 覺得非常驚恐的經驗 多半是我沒有心理準備 對 是那樣子的騙 這樣 所以比如說像是那個 戰力 或者是 戰力還蠻 戰力很驚人啊 就是但是我在看的時候 就是我是一個沒有 我沒有心理準備的 所以我其實在那時候 我就感到極大的驚恐 或者是 戰力你會有驚恐 因為戰力是你最怕的東西 戰力是我最怕的 因為我不怕鬼 但是我怕那個 我怕受傷 對 所以那個 然後還有像深入絕地 深入絕地 我也很害怕 就是看到 很實在嚇壞了 對啊 而且像戰力這種電影 他會讓我怕 就是那是未知的恐懼 他裡面有一幾段 是那種 那個什麼 就是他真的掉足 他就是讓觀眾 真的怕了 怕到 因為 可能前面有殺人狂 然後這個人躲到廁所 他就一定會過來 那就真的很恐怖 對 那個那個真的讓我就說 我 我還記得我當時那個時候家裡面的 我在房間裡面看的時候 我的螢幕大概只有17吋而已 可是我光是看到那17吋的畫面我就嚇壞了 整個怕到不行 對啊 所以可見的那個 那部片的張力其實是很強的 對啊 可是後來我 喜歡看另外一種類型是 我希望那個劇情是真的要好的 所以後來像那個 那個 那部叫什麼啊 嗯 疊仙 疊仙的前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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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201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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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部我就很喜歡 因為我覺得他其實是刻意復古 而且用古時代的恐怖片的方法 來告訴你故事 而且 而且 那個我就會 一步一步的 他步調其實是比較慢的 但是我覺得一步一步的深入那個 那個 那一家人的故事 可是到最後我就感到 頭皮發麻 就是那個氣氛已經詭絕到我很不舒服的那種感覺 但我那時候就是覺得 欸這種 應該是說我以前在看老式的 鬼片的時候 我其實沒那麼有機會可以感受到這一層 因為 因為你一樣啊 就是你要看這種東西 你可能要在螢幕裡面 大螢幕裡面看全黑領域 全黑的畫面你才會覺得這麼不舒服 對 那可是我如果是在家裡面看的話 我就不需要我會 我可以隨時停掉去上廁所 我可以掩蓋 為了掩蓋我的不安然後就關掉 之類的 然後抓抓頭 欸好忙喔 喝個飲料嘛 這樣子 但是我在電影院裡面 我是逃不掉 我旁邊都是人 我就是被迫 我一定要把他看完 所以我會感到非常的恐懼 我可以可以接下來把那個恐懼接續 像最近 那個 我記得鬼電要上片啊 鬼電是不是要重新上 鬼電 鬼電也許去電 去大螢幕看 你還是可以感受到那個感覺 因為那個真的是已經不舒服 鬼電的 鬼電幾乎 鬼電幾乎沒有jumpscare 這東西 對他沒有jumpscare 所以他就一步一步的 踏入一個 空無一人 然後又覺得非常不舒適的 一種壓迫環境底下的 的狀態這樣 所以 我覺得如果有機會 能夠去大螢幕看鬼電 可以去試看看 因為那個 跟我在家裡面 有Netflix看 其實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個經驗 應該是完全不一樣的 我跟你剛剛有想法 我真的覺得鬼電其實很適合在家裡看 尤其是你把電視燈全部關掉 只看電視 這樣 然後掛耳機 一定要掛耳機 對啊 但是你這個也是一種 強迫自己進入戲院的一種 模式啊 可是你在戲院看的話 因為 在看戲院的時候 你真的 因為旁邊太多人了 你也不會去 你沒辦法想什麼東西 你沒辦法討論 所以 你會看完 但是討論就已經不屬於這個 沒有 應該講就是 討論不如說 大家 真的 去看鬼電的話 在戲院看 並不會有你想要的效果 我覺得啦 因為 其實 其實 其實我還蠻想去電影院看鬼電 我是想去 可是我其實也 沒有 應該是說我會先被自己嚇到 所以我可能 不敢去 之內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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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大先不要講得這麼滿 你就 但是沒有 馬大看電影的情況是 他 害怕或者是他興奮的時候 他都會故意要大叫 所以那個也許跟馬大去看鬼電 不一定是那種感覺 因為馬大去看電影 可能更接 看恐怖片可能更接近去看雲霄 去體驗雲霄飛車 因為你說你希望旁邊 那個環境的人 能夠跟著你一起交 但是我去看電影的時候 我不是 看恐怖片的時候 我反而不是這樣子 因為我希望能夠一步步的 深入那個劇情 或者是 就是 這個時候旁邊有一點聲響 我反而是覺得 我不喜歡 當然 那個聲響如果是 呃 正好對在點上 可能不錯啦 你知道嗎 就突然間 對 對到點 但是 你知道那種事情可遇而不可求 我以前有一次 看 喔 那個什麼 欸 那一部好像也是瘟子人的片吧 嬰兒房 嬰兒房 那個真的我也被嚇壞 但是嬰兒房是 Jumpscare在嚇你啊 對 但是 那個時候我還記得就是 有觀眾那個 真的很害怕 你知道嗎 就叫出來 但是他叫出來的聲音 就不是那種那個的 就可能是 自己嚇自己的 喔喔喔喔喔喔 然後你就 欸 你就忍不住笑 因為那個叫聲很荒謬 這樣 對啊 我也是想到我以前那個 以前看電影 我印象中兩次的 在電影院裡面那個叫最大聲 第一次是那個人肉叉燒包 然後黃秋生他 掏出一團內戰的時候 整個電影院都在叫的 嚇一跳 我以為他要掏出什麼東西 哈哈哈哈 還有第二個是那個 企業怪談 那時候也是進電影院 企業怪談 那時候 日本的還是 日本的 美國的不要講 其實我 但是我覺得 我最近比以前 容易 容易尖叫 可能是因為 玩那個什麼 恐怖遊戲 玩多了 對 就是玩 大家如果有看我玩實況 就發現我其實還蠻吵的 但是那個那個反應其實後來再進去看一些那種 呃 有砍殺的那個 恐怖片的那個鏡頭的時候 我覺得我其實有點忍不住 像最近的一次經驗就是那個 境界 境界的那個釘子 踩下去的時候 我看我媽媽叫出來 幹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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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就是 我真的 因為他剩在其分 因為那個踩下去 你是真的一種 椎心刺骨的疼痛 啊啊啊啊啊 真的 那真的 那真的很恐怖 踩下去然後他又不能叫 所以就是觀眾替他叫出來 對不對 然後接下來 看到他捂住嘴 就可以感覺到他真的很痛 所以 好吧 對 還沒人在問 泰國的一部 叫 沒有 沒看 鬼影我覺得對我來說還好 可是我知道鬼影對於不常看鬼片的人說鬼影其實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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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這樣子 他就是有一段就是他開始跟鬼正面對上的時候那段非常非常強大 就是我當時看了也很害怕 對就是這幕片並沒有嚇到我 顯靈入悉2好像沒開 好啊那個等到我時間比較有辦法的時候我再開一下好了 但是那個真的我覺得我壓力太大了 所以我覺得有時候開一開我今天不想要玩那個 好像我跟那個比較不常看電影的觀眾聊過鬼店 他們說他們其實看慣了那種Jumpscare的 就是例如說像鬼影這種他們看慣了這種之後他們反而不知道鬼店要看什麼 因為像例如說我們就想說我知道鬼影他是要創造一種很 很壓抑很扭曲的情緒跟氣氛 那有些人想要看的時候是想要看 慢慢升級的恐懼感 這個東西不見相同但是你各局所需倒是也是還好 對啦其實真的我真的覺得看狗妹要看人 就像我看狗妹我實在看他有沒有什麼心意在 一樣啊就是回留言上面一直在說有些人覺得哪一部不好看哪一部 但是這個東西還是歸結到每個人的那個人生經驗這件事情 就是你怕什麼東西你自然對於某些東西你就會非常害怕 像我我記得我之前在看催眠吧日本片 催眠的後面催眠的後面我都沒感覺 說老實話催眠後面都沒感覺但催眠前面我嚇壞了 因為就是他在講有一幕就是有一個人在一直跑步然後 他被催眠到不能停下來最後他的那個膝蓋的那個什麼 小腿的骨頭飆了出來 他飆出來一瞬間我會瘋掉了 對所以這個東西就是你看我就是有一些我的缺陷 我會有我的弱點 對所以我會看我怕的東西的時候我看的東西就會不一樣 這個可能這個可能比一千劇情片科幻片什麼更 更個人啦 對對對對 所以其實其實真的 我真的恐怖片真的很感人 因為每個人就像例如說我覺得 阿娜貝爾2很無聊看到快睡著 然後那個 那個碟仙前傳那個2010元我也看到快睡著 阿娜貝爾2我就是覺得2010元很好看 對我跟妳講這都會真的不看的 因為不同系列他有不同著重的點 所以真的每個人的點都不太一樣 對啊所以 你千萬不要因為說 A跟你說這片不好看 你就覺得一定不好看其實沒有 回歸到我們應該是講的 不管看電影還是看什麼都一樣 你如果想要聽參考你去找 身邊想法跟你比較接近的人 他比較有參考價值 恐怖片也是一樣 對啊所以就看我們這邊 我們短短的聊天室裡面這幾個人 就有幾種不同的感受 幾種不同的習慣 所以這很正常 所以千萬不要說 哪一部狂打哪一部 或哪一部怎樣 其實每一部都看個人 對啊因為 太陽榜子在你個人心中有意義 但別人心中就不一定有意義 對啊這是我的想法 沒有啊這其實也是我覺得我們 可以一群人對談的時候的價值 就是並不代表說陳佑講的東西就比較 不好或者是我講的東西比較比較不好之類的 就是事實上這些東西觀點是並程的 就是你你喜歡什麼東西 你比較你比較欣賞陳佑的觀點啊 你是比較認同陳佑的觀點 或是比較認同阿可多的觀點 或是比較認同我的觀點 你就是去找跟你口味相近的 的音頻 這個其實我以前念大學的時候 其實老師就這樣講了 就是音頻其實就是主觀的 那接下來你就是找說跟你接近的音頻人 這樣就好了 沒有對或錯 世界上沒有對或錯這種事情 只有你喜歡不喜歡而已 對啊 你也可以說你不喜歡阿 但是這就是代表一種你的觀點 對啊那就是這樣子 好啦那最後我來拉回鬼修女再講一下 你還要再拉回鬼修女 我都已經要念小黃文了 你知道現在要念會點了嗎 剛剛已經感覺是那個 對啊我剛剛已經在做結語了耶 你為什麼你還要拉回來 讓他把鬼修女做回結語好了 好你講你講 因為我老是一直講的不好也不行啦 他有好的地方就是 第一當女主角很可愛 哈哈哈哈 女主角很可愛 你是說鬼修女很可愛還是 是不是那麼演鬼修女裡面的小女主角很可愛 然後然後就是 呃 你為什麼要R4 你為什麼要R4呢 糟糕 我在想他有什麼優點 你這樣子反而是反效果 馬大認真女主角很可愛 期待哪天女主角可以掰開 是他的菜 聽說他有拍裸照喔 聽說他有拍裸照 這個那個請下 請請下亨利市長 我記得市長我好像也聽到市長講說他 那個有拍過 然後那個好像那個 演華倫夫婦那個 那個華倫太太啊 就是演鬼秀女的那個 小女主角的姊姊 感謝您的收看 喜歡的話歡迎訂閱頻道喔 我們現在看到霸王龍選手被美女克萊爾 舉著信號彈領進雷台了 霸王龍選手挑釁帝王霸王龍 哎呀的觀眾們看的是目瞪口呆啊 兩隻霸王龍展開了激烈的攻防 霸王龍企圖攻擊帝王霸王龍的頸部 不斷撕撤 敵王霸王慘叫一聲 可是第二下卻閃開了 還給霸王龍一左掌擊打 右手把霸王龍頭往下壓 順勢做出拋摔 霸王龍失去平衡倒地了